韩国瑜你看他现在是不是呢 其实他还没有真正的在开始选 可是呢他已经掌握住了话语权了 我们先来说他现在呢不断的在投震撼弹 震撼的震撼弹 他们是不是你看现在我们刚刚讲到的 第一个震撼弹是什么呢 他也是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 他说了他说呢如果他真的是选上总统 有那么一天的话 他要留在高雄 所以希望高雄人请你放心 你不要怕我不是那个落跑市长 你一定会看得到我 我继续的吃卤肉饭 我继续的为大家拼 我不仅是为高雄人拼 而且我如果当上总统 我是要为全台湾的人的拼 他就是这个意思 那但是呢我们再来看看 第二个震撼弹是什么呢 他现在说到了有没有一种可能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当然他有讲 他说那是一个重大的修宪工程 不要搞错了 不是我现在说了就算 我当了总统我就要这么干 绝对不是 他说有没有可能总统来兼行政院长兼格魁呢 因为前提是 现在啊你看看 总统是不是什么 有权利没责任啊 什么样的责任 通通就推给行政院长就好了嘛 让行政院长来帮忙挡子弹就好了嘛 可是如果今天换成是我来当总统的话 那有没有可能呢 不是说真的到我任内就一定要这么做 这还是要经过修宪工程的 因为责任很重要 应该要对立法院负责 那是韩国瑜他说的话 接二连三丢出震撼弹 但可是现在看到民进党的政府 怎么好像被点名了说 一直在放蟑螂哦 所以需要有蓝白拖来打蟑螂吗 你看有好几个所谓的蟑螂啊 不要说刚刚讲的 张宏志他在讲 我黑手现在在干预 连中华邮政这里都有看到 乔世晴的政治蟑螂 他还点名了令委之外 昨天我们其实还谈到了 监察委员难道也在干预司法了吗 对检察官要弹劾耶 所以监委陈诗梦又继续出来呛瞎咯了 所以监委好大吗 另外还有什么公投啦 还有网军啦 另外还有前置言论自由啦 种种的种种 难道民进党为了巩固政权 就不择手段到处再放害虫蟑螂吗 等一下我们就来好好谈谈蟑螂 但首先我们来先请教一下韩冰 韩冰你看今天韩国瑜 他不断的在丢出震撼弹 结果新的话题又来了 是我觉得韩国瑜只要一讲话 现在是大家是惊弓之鸟 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为什么他讲一句话大家反应要这么大 他要留在高雄上班 我觉得这基本上是个技术性的问题 这个大家可以去讨论都没关系 有人认为可行 有人认为不可行 可是一开始就认为绝对不能够这样做 这样做是什么大逆不到 或怎么样我觉得 或是外行或是怎么样 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去讲 我个人是觉得蛮奇怪 为什么我觉得台湾是已经僵化到 都没有办法接受新的观念 都没有办法接受新的想法吗 现在想法有的时候未必可行是没有错 可是如果你不持续去思考他的可行性 或是甚至有的时候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去测试一下 你怎么知道他到底可不可行 那同样的总统兼行政院长 其实又不是韩国瑜第一次提的 这个过去几十年多少人提过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民进党多的是 等一下好好来点一下 以前民进党在野的时候不是一直认为说 就是我们国家的双手掌制很有问题 应该要走总统制或是走内阁制 其实各种方式都有人讨论过 那问题来了问题民进党两次执政 两次执政都是在野的时候民进党吵得很凶 就一上来的时候都不讲话 其实理由很简单嘛 因为他选上总统他拿到权力 这些就不重要了 是对他来讲完全不重要 不在乎 而且更好的就是因为我拿到权力 尤其我们现行的双手掌制来讲 总统几乎不需要收到任何监督 所以那我当然这个总统爽爽当啊 我何必制造倒霉 我还去弄个内阁制或总统制 我还去兼行政院长 那不至少麻烦还要被你们叮 所以呢每一次都是 只要一拿到权力大家就放弃 那现在韩国瑜这是我看到 第一个是在就是开始竞选之前没多久 有人会主动提出这样的议题出来 参选者自己本身提出这样的议题出来 他认为说下改变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讲 如果要这样说的话 我认为比较起来 我认为这算是相对比较负责的表现 我去监督 市政我被监督嘛 因为他他的说法是说 如果这个人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 他可不可以去监这个东西 但他是一个试探性的问法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啊 那当然修宪在台湾目前很大的困难 因为你必须要四分之三的立委出席 然后出席立委四分之三同意 同意了之后再送去公投 公投之后要再超过一半以上的民众 同意你才能够过这个宪法修正案 所以这个门槛本身是很高 那问题来了 问题我觉得民进党最好笑的就是 民进党过去一直在骂说这个 鸟笼公投啊 门槛太高啊 不切实际没有办法反应国情啊 然后结果呢 现在民进党说不要绑 公投不能绑大选 这也是他 那你门槛就是你这么高了 公投再不能绑大选 那请问一下这公投一辈子不可能实行嘛 永远不会过嘛 所以呢我老实讲 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 没事就要改变自己的标准 我觉得这很无聊 韩国瑜提出来的东西其实是 民进党跟党外甚至党外时期 老早几十年来就有人提过的东西 那大家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 我们仔细来研究一下 甚至朝野党派 大家都可以来协商一下 也许从下一届或下下一届开始 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改 改掉我们现在的双手掌制 因为双手掌制 我自己个人都认为 确实有很多权责不分的情况 你看总统是人民选出来 可是他任命的一个行政院长 这个行政院长要去负责 那总统不用负任何责任 然后总统也不被监督 然后这个行政院长 跟民喜快一样 只要我看一看 施政不行 我赶快把它换掉就没事 再换另外一个倒霉鬼来挡 我的脑海又浮现了 赖清德前院长 所以你看赖清德就是个制度的受害者 他明明当了一年多的行政院长 可是他觉得不甘心 他觉得被蔡英文害 我是很好的 那都是蔡英文的不对 那这两个人的权责怎么厘清呢 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解决办法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内阁制 就是由多数党阻隔嘛 我觉得这个是最简单的 那总统制当然也有 也有总统制的优点跟缺点 我觉得这个没有一定的东西 大家都可以讨论 可是不要就遇到一点新的东西 大家就紧张的半死 然后就开始骂声一片 然后没有人想要去真正改善这个东西 改善这个国家的未来才是最重要的 其他政党的利益 个人的利益 我觉得都是很无聊 然后韩国瑜 现在谁确定他一定会选得上 我觉得那一把比你希特勒 我觉得更好笑 韩国瑜有这么强强到 他现在说他一定就选上 也没有嘛 不要对自己支持候选人 这么没信心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一切的东西 我们现在是个民主社会 我们相对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 我们有更好的民主监督制度 所以不用去害怕形成独裁 实际上在台湾现在 已经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所以大家可以更仔细地去讨论 而不要先入为主 而不要闭射自己的脑袋 我觉得这是一种退步的象征 刚刚讲到这个赖清德 我印象最深就是 今年一月他要卸任的时候 他特别三点里面 还特别讲到一点 就是说他说这不管是双手掌制 总统制或什么制 未来这一定要宪政改革 感觉这是心里的苦楚 也是在那个里面 其实透露出来 宪政改革 就是他那时候讲的嘛 对不对 然后现在呢 韩国瑜只是再把它拿出来讲说 那你是要修宪了嘛 就变得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嘛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要来好好讲一讲 哎呀太多那种双重标准了啦 OK 但是我们来看这个韩国瑜 韩国瑜真的 你会发现喔 其实呢他不断的真的都能够抛出很多的一些 很你要说是很创新嘛 也不见得 因为刚刚我们在讲的什么制度 这些其实过去民进党 还有会很多其他政治任务也都有提过 但是他总是能够掌握到那个话语 其实像有志 有志其实你对于政治公关也非常的熟悉 我觉得他其实也没有刻意在那里操作 可是你看他的想法总是非常的创新 甚至你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很大胆的一些想法 结果呢民进党好多人都没办法呀 韩国瑜讲什么大家一定报 报了以后那民进党也怎么办呢 也只好拿枪跟着拜 那有的时候他们还很高兴了 因为终于又有机会可以上版面了 这也就叫做蹭韩吧 对啊韩国瑜其实他说 人家说他非典型的政治人物就是因为 他很擅长我们媒体人常用的 agenda setting 有没有 以前上课程常上议题设定 所以我们媒体人就很很会去 你找到这个新闻的点 对不对 然后说那个长官讲的就是那个梗在哪里 那韩国瑜就是很善用这种非典型 因为政治人物公文都落落等你知道吗 就算要搞个南迁搞个总统 那个什么职权责不分讲那种政治语言 有时候老百姓也听不太懂 是他就讲一个嘛 那我为什么不能台北到高雄上班啊 高雄上班那我有别的方法 总统不能坚割割割割 权力不能多给一个啦 他讲的就很白 你知道他善长议题设定 议题设定有好有坏 他的每个东西会一定会点起一个火 然后哄 不管懒的绿子就全部被烧进来了 大家反正非得跟了他这个议题去讨论不可 他这个部分真的很厉害 坏处是什么 坏处是议题太早抛了 有时候对手容易见缝插针 对不对 所以你太早把好的东西端出来 那你全部大家呼噜呼噜 全部把它吃完之后 那你剩下什么 很容易会有这个 所以那时候他提出这个的时候 我自己在我的脸书我有评论 这是一个险期 如果这两天没事就没事 如果对手他想要见缝插针 搞东搞西 一涵国瑜 现在只要随便站在议会 就要被人家牵着千刀万剐 千剑万射 那这个议题 如果被人家穿着附会 什么我给你讲那很危险 那他买了一个保险 他只是说有没有可能 对他后来就是刚刚韩兵哥讲 他一直在说 难道抛出一个新议题都不敢吗 现在台湾人什么时候胆小到 不敢说一个新的东西 胆小到连一个东西都不敢讨论 而且这是沉珂已久的问题 说实在是不是 我举你总统跟行政院长的职权 可能一般观众也不是非常清楚 如果你带过公司 就像董事长志跟总经理志 因为权责不分会搞成什么 搞成大家一团乱 我曾经那时候我有一个客户 他是什么样 那个上市公司 他是号称总经理志 但是呢董事长就像我们的总统 他制度跟我们一模一样 董事长任命总经理 董事长可以提出几个重大政策 重大政策呢 总经理就必须要他演像那个 总经理就帮他执行啦 执行对啦 执行的人啦 那结果呢 那个董事长他提出了一个 好像类似新的新创观念 譬如说绿能啦 譬如说什么 这个总经理就照做哦 他用他这个东西 然后去买了一堆的那种 那种电池啦什么进来 结果造成了缺失 那个公司就开始任劣赔钱嘛 赔钱之后呢 他就把他转嫁给子公司 总经理要做这些动作嘛 对这不是董事长的职权啊 就像行政院长他指挥 八部二会去做一些 结果呢 被人家告诉说 他是不是掏空 是不是那个 他对公司故意 要献公司于不义 没得办 总经理被收押 董事长没事 董事长的idea啦 可是总经理那个负责执行的呢 结果他被人家 他要扛责任 就是总经理扛责任啊 那董事长一直都没事啊 董事长换了三个总经理 这公司后来1PS负的 这对公司会比较好吗 都对公司不好 你反过来对国家会比较好吗 我们现在不就是这个状况吗 刚刚卡比哥讲权责不分 我选择民选总统 哇权力好大啊 我可以叫行政院长干嘛干嘛 那行政院长动不动被换掉 就像被收押一样 但是董事长没事 总统永远没事 行政院长一直出事 所以韩国瑜抛出这样一题 也许在救台湾的一个思维 让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我们要这样子堕落下去 什么是我们这么胆小啦 是啊对这个韩国瑜来讲 他觉得其实台湾呢 现在真的要非常的努力 因为台湾现在面临着 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险境 所以呢他认为 其实呢就勇敢一点 大胆一点何妨呢 и 筝赛 我们现在的关系 铁 看